金融市今年染疫死亡人数累积到是4人 根据中央公布的数字显示 金融市确诊死亡率约千分之一 高出许多县市 让外界解读金融市的确诊死亡率高 对此李游昌解释 觉得单单看数字其实并不公平 它会牵扯到几个因素 第一个是疫情发展的一个程度跟阶段 走得比较早 走得比较晚 第二呢 它会有城乡的差距 还有第三呢 它跟这个城市的高龄化的人口的比例 有很直接的关系 另外它也跟它的这个高龄人口的 原本的慢性病的这个比例也有关系 另外最后一个其实是跟区域的医疗资源有关系 所以我们其实看到 基隆现在的死亡率大概是千分之一左右 这个千分之一大概跟CDC所设定的 这一次台湾的这个疫情的死亡率 大概它就是设定在千分之一 所以之前陈时中部长有讲说 希望能够压在千分之一以下 那因为基隆是走得比较前面 所以可能大家看到的数字 其实是往前面走 那因为双北相对来讲 跟基隆有一个很大的差异 是双北的医疗资源远远不是基隆比的上 所以当你跟北北基在比的时候 基隆的死亡率通常会比较高 那疫情发展到现在 其实已经有几个县市的这个死亡率 已经比基隆高 所以这个东西它还在发展 那我个人是认为说 这样子去比 单单是比那个数字 其实会有点不是很公平 因为我们刚刚在讲 它会涉及地方的 原本的人口的结构 它会涉及地方的医疗的资源 那我们现在其实看到的 应该是有许多的 这个比较农业县等等的这些县市 它的确诊的案例开始增加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它的中重症的这个比例 也在往上面走 刘昌强调染疫的致死率 不能够观看数字 他认为台湾疫情走完之后 各县市的致死率 基本上会趋近于平均数 记者黄绍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